比如说 这有一个访客 在浏览器里边 输入了 我查了点心 输入了之后 打汇车 它连入的是互联网 首先它会连接 这叫DNS 这个DNS服务 是育民管理机构 提供的服务 用户在浏览器里 敲网址 先到达这个DNS服务 那DNS服务呢 上面会写着 在这个位置会做解析 有A记录解析 还有CNAME记录解析 还有其他方式的解析 最常见的就是A记录解析 A记录解析 它会解析出一个叫IP地址的东西 这个IP地址呢 比如说叫121.4.105.什么什么 具体我不知道 这是我瞎写的 我会把这个东西 添写到域名解析的 A记录的那个界面里 每一家域名管理机构的 管理界面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会有这个字段 会有这个填空让你去填 你填写这个东西就好了 那这个信息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IP 这个IP是你当你购买了主机之后 比如说我买的是1号主机 那1号主机它提供给你的IP地址 就是这个121.4.105.什么什么 在域名的这个位置填写IP地址 也就是A记录解析 在主机这个位置有一个接收器 在接收器填写域名 用户在浏览器里输入网址 先到DNS服务 DNS服务它其实也有一个叫DNS服务器的 它可以找到 X2.cn这个域名 现在绑定的是一个这个IP地址 这是一台物理主机 那它会把这个域名分配到 这个IP地址里面 我们在电脑里进入CMD 在道次命令行里面输入 pingpng空格 或者某个域名大汇车 它自动就会出现一个IP地址 中间三个点四个数字 这个IP地址就是这个物理服务器 像百度新浪都可以测试一下 都会解析出一个IP地址 但是这个IP地址不一定是真实的 但是是有效的 比如说这个IP地址是它 到了这个IP地址 也就到了这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最先接收到信息的是一个接收器 这个接收器 它上面有一个记录 说从achia.cn这个域名来的 请帮我指到地盘 我举个例子 地盘下面的3w目录 下面的achia.cn这个目录下 这个接收器里边会有一个这样的记录 把所有来自于achia.cn这个域名的用户 都给指到我们当前这块硬盘的地盘 下面的3w下面的achia.cn这个目录里面 那这个目录里面的文件 图片文字什么的 都是我们做网站做出来的文件 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域名访问的过程 从域名到主机